为弘扬月菜文化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创业就业 去年底我是启动月菜师傅培训综合楼建设 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施工单位正加快建设进度 力争提前完成 今年以来市供销社人设局建管中心等单位 积极克服疫情影响 加快月菜师傅培训综合楼的建设 目前六层高的大楼主体已基本完工 施工单位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 目前是进行室内外装修的施工 预计六月底可以全面完成的室内外装修 七月份完成室内配套和里面的零星工程的中修 基本上可以员工 按合同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到三个多月的时间 完成这个工程 为助力偷贫攻坚工作 提高城乡劳动力就业创业质量 去年我是贯彻落实广东省月菜师傅工程实施方案 把月菜师傅综合楼列为我是重点名声项目 总投资约4000万元的月菜师傅培训综合楼建成后 将大大提升月菜师傅培训的服务能力 培训人数渴望实现翻倍 达到每年3000人 据了解 实施月菜师傅工程以来 广东厨艺激工学校 通过学历教育加短期培训的模式 累积培训月菜师傅3100多人 其中超过六成学员是农村家庭困难户 学员们通过培训掌握了技能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实现了脱贫解困 本台记者黄中原 陈顺杰报道